8点当恶女裴林演艺事业航卡,转站这里,月入三万还要拼百万名车。 8点当恶女裴林演艺事业航卡,转站这里,月入三万还要拼百万名车。 2018年3月29日。 1983年出生的裴林,以少女团体Kids在1999年出道,但因为碰上唱片不景象,最后转换跑道演出偶像剧《兔斯男之吻》进军偶像剧。 当时她的表现杰出,还被视为最有潜力的新人女演员之一,但最后却因为毒品掉自己的演艺事业。 2007年裴林因西时大麻被捕,以及酒驾等负面新闻,使得事业陷入低谷,而后戒毒成功努力,并参与多部本土8点当的演出,后来陆续在三立8点当甘为人生演出恶女杜威威后,无恶不作的行径,让人看了气得牙痒痒。 而她也发奋图强努力在本土剧默默深耕,希望能靠住自己的努力获得大家的支持与肯定。 尽管在世间情,甘为人生等剧都有助杰出的表现,但不少粉丝都发现裴林在拍完《春风爱河边》后,几乎就没有新的作品了,几乎也渐渐淡出荧光。 目前,原来她现在已经默默转换跑道,渐渐把主力放在副业上。 根据媒体透露,裴林因感觉在演艺圈的收入不稳定,因此一年前在经纪人的介绍下开始兼职直销贩卖葡萄王的保健食品。 为了对自己的商品负责任,裴林表示自己也有在使用直销的产品,确实发现自己在吃了这些保健食品后,皮肤和气色都好上许多,这才放心地投入直销一职,并拉住爸爸一起做。 裴林自称因在演艺圈没什么朋友,所以都没有找艺人当下线,但这份副业仍经营的有模有票,目前裴林在直销公司已做到松白等级,每个月可有三万元的收入,而爸爸也是经理等级,每个月至少有二万收入。 他坦言自己目前没有接信息,全新投入在直销工作,希望可以升到珍珠值等,届时公司还会因此送他一台一百七十万元的车子。 好可惜,本来还希望能看到裴林继续出现在八点档的,因为他之前演的反派都能带点喜感,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呢? 不过也替裴林开心他能找到自己的另一条路,祝福他的副业经营的越来越棒窝。 分享出去,让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